坦白说,如果正如你所说,你是一位建造师 有一些专业的角度 怎样可以用这些专业的角度去解释一些传统的事物呢?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的 因为传统的事物 我们其实不会很清楚明白 究竟在这个世上的运作是怎样的 我们只会用一些比较上是 旧的资料去做一些分析 现在在现代的专业 我们其实是用一些叫AI系统 人工智能 一个叫IoT 用这个cloud computing 去做一个计算去做分析 那现今的科技 是否可以apply到 在传统里面的一些知识 去做一些分类 是会觉得它们是对还是错呢? 我们就要好好考虑这个方向 嗯 那 第一集 我们当然要有一些好东西给我们的观众 其实 先点一点的题 R10 以你的角度来说 你怎样看风水 风水这一样东西 在我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很传统很古代的一些知识 那它流传了 已经在中国来说 流传了五千年以上的了 而它们的流传的方法 是用这个文字去记载 是每一 用六十年 甚至一百年以上 是逐年逐年 这样是去记载的 所以时间性 是比较上 是很难去用一些科技 是去用几百年 甚至过千年的 叫做 Statistic 的一些方法 去做计算 嗯 但是这样说 即是 怎样可以 在你的角度 怎样 旧和新的东西 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首先要清楚知道 风水这一样东西 是什么东西 风水这一样东西 我们是可以看成为 一些叫做环境学 亦都是一个磁场的 磁场学 和尖声学 那几样东西是加买出来的 而环境学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成为 这个四季 那要做这个四季的 变化的分析 那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的 研究来的 而以前 古代里面来说 是会做一些 这样的研究 而得出来这些 古代的理论 风水理论 那现今来说 我们可以看成为 听到有很多坊间流传的 叫做八杂派 啊 玄空飞星啊 三搬挂 三合盘 这些呢 那其实 这一类型的 知识呢 其实都是一些 古代流传来的 一些 knowledge 来的 那我们想去做分析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知道 究竟 那一样东西 是不是真的 符合到 这个 科技 上高里面的 发展呢 会不会涉及到呢 那我们要看清楚 这些方针 其实都是用一个 磁场学 和一个环境学来看的 那我会觉得 在这个 时代里面 我们要知道 这一样东西对 明错呢 我们一定要用一些 比较上科学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去做分析 嗯 OK 那其实第一集 我们当是 212新吧 那往后的时间 那我们一定会 请教R10 一些 传统和一些 新的事物 一些 用多角度 去分析的 好吗 好 那我们下一集的时间 再见 R10 OK 拜拜